宋武之,咱们还是老规矩,转发加评论,让我看到你 咱们视频没啥人看,中奖几率真的是非常高 哈喽,兄弟们好,这里是镇远 今天咱们介绍国内原创品牌小七 他们家的平衡 之前咱们在视频里边说过 如果说支点能够代表极端武力这个品牌的话 那么我想平衡这款作品就能够代表小七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它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但是平衡这款作品应该是它整个品牌生涯中最成功 而且是做的款式最多的一个版型了 这次它也是进行了一些重大的升级 比如说第一次做五毫米厚度的 第一次用三维钢材 所以说这把刀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 平衡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无论是说它的重心这个位置的平衡 那肯定是没得说 这个位置的平衡是非常好的 更重要的是这把刀它在用途上的一个平衡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这把刀我是玩了非常多把的 无论是说它用途的平衡 还是它配置的平衡 以及这把刀在把玩性欣赏性和它的实用性之间 强度都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说的直接点就是平衡这个东西 它在市场上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的 它做过很多版本 我估计得十多款 从一百多块钱到一千多块钱的 各种各样的版本 各种各样的配置 是应有尽有 所以这个作品它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我们来试想一下 这市面上1217做了很多年 对不对 巴克10做了很多年 对不对 巴斯的骑兵 微技术的UT 大龙 甲松 这种东西是经典型号 那但凡不经典的型号 它可能就做一波 那就不再做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理解 因为市场决定了这个东西 它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对吧 这玩意儿我拍视频 也是为了搞点销售工作 东西好不好 其实都不用看介绍 你就看市场的表现就可以了 市场这么多人都认可这个东西 它才能够存在那么久 做那么多的升级款 对不对 这是最主要的 那说实在的 我过来拍视频 那我肯定是说优点 不说缺点 对吧 我也是在搞一搞销售工作 又话多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介绍咱们的玩具 要不然老板又催我 首先这小七的平衡 第一次使用3V钢材 其次这小七的平衡 第一次做到5毫米的厚度 5毫米的厚度 有什么优点呢 强壮 无与伦比的强壮 以及它开刀的手感 开刀的手感和轻薄板都不一样 它的100多块钱 那就是3毫米 那个各种的质感 绝对跟厚的没法比 为什么我个人偏爱 这种厚重的东西呢 因为你一旦玩过 这种厚重的东西 那它就回不去了 你知道吧 真的回不去了 包括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 基本上都在往重折这个方向靠 因为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东西 毕竟这个价子 舍不得用 那就得把玩性质 要往上走 把玩起来有意思 把玩起来爽 那这玩意儿呢 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玩 对吧 因为谁会拿这么昂贵的东西 其实真正去用的 还是比较少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现在它更多的来说 还是作为一个工艺品 甚至是说 就像以前的指尖陀螺一样 我就是在手里边开 和对吧 我就玩上这个手感 你看平衡这把加重款 手感爽的 而且我要着重再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解锁位置 它这个解锁位置 看到没有 从正面一看 整个就超大 然后又有一个斜坡 你手轻轻一按 而且它有安全导 看到没有 安全导 非常安全 现在国内的很多折道的设计 都已经没有这个设计了 就是你闭合的时候 会伤手 这个设计的理念 最早是蜘蛛提出来的 闭合的时候 这个鱼鳍或者前面的一部分青根 是可以挡住这个刀片下来的 大家现在拿出来 你手里的刀 看是不是很多刀 都已经没这个设计了 这种安全性的设计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有必要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 他都是老司机 有机会 你有一个新的朋友 或者说家里的女人 要用这个玩具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伤了 那可能你这辈子 都不用玩刀了 不支持了 OK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只 这只呢 是一个黑色的DLC的版本 这把也是有实习的 但是DLC真的是太强了 就是实习根本都洗不掉 看到没有 它就有沧桑实习那个样子的 但只有一小小点 一小小点 但是我们来看这一只啊 这只是氧化态涂层了 它整个这个实习就很沧桑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很有质感了 这个是氧化态的涂层 这个涂层的牢固程度 是不如那个DLC的 但是它整体洗出来的一个质感 我认为要比DLC要好看一些 这个DLC就是纯黑 然后这个呢 算是沧桑实习黑 官方也是这么说明的 OK 我们现在来看手柄 泰格金的手柄 采用蓝色阳积氧化 而且它带有一个斜面 斜面的3D加工的防滑的功能 同时也比较好看 这个凹槽是有深度的 整个边缘也是做了倒角 然后整个手柄也是弧面的 平衡的手柄是一大亮点 你握起来之后很圆润 很舒适 看下它的背骨 背骨也是泰格金材质 和背江的颜色是一致的 手柄内部做了大量的透清 从侧面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透清 OK 依次来看一下 这个是黑色的沧桑实习 氧化态的涂层 这个是钢本色的沧桑实习 这个是DLC的实习 这个实习的比较轻 三款作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参数 平衡的全长 大概在215毫米左右 有效的切割韧长大概在90毫米左右 平衡刀片的厚度是5毫米 它的重量在163克左右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包 配件包里面有全套的螺丝 包括主轴螺丝 以及这个锁定的补偿片 三颗螺丝 包括主轴螺丝都有了 锁定补偿片 还有它的收纳包 还有一个白色的小七的盒子 上面有它的介绍 刚刚静态的展示 还有一些它的特点的介绍 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我再说一下 我自己对重型平衡的 一点点小小看法 我个人玩到这么长时间了 对吧 比较喜欢的就是大的重型的 这个男人 天生最大的东西 强壮的东西 充满了敬畏 所以说大的玩具 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且最近的市场 也表明了这一点 现在大的东西 它就是受欢迎 厚重的东西就是受欢迎 你不要说什么 这个实用不实用 对吧 现在大家玩东西就是玩 然后平衡这把刀 它还真的是能使用 所以为了验证这一点 咱们下一期就是 在户外用一用 它这个大屏幕 和市面上一些军装模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即使它在一个 很厚的情况下 它的切削能力也是不错的 在户外的话 你用一把折叠刀 是比用一个直刀要方便的 它没有撬 而且全部都是金属的 你可以随便的冲洗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没啥了 这把就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 一款平衡了吧 它这么多的平衡作品 这款是我比较偏爱的 因为它是厚重 这种厚重东西 玩起来手感 就是爽 就是舒服 好了 最后大家不要忘记抽奖 这期咱们还是送五个小赠品 然后这个玩具 现在在我们魔宝店 已经可以下载了 那个魔宝搜索 对啊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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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